请打开你的小铃铛 和订阅我们Exodentry Wedding Events的YouTube Channel 哈喽大家好,我是Elly,你们的婚礼策划师 今天我们来到位于Klang Valley的一间玻璃屋 叫做Glass House at Seputé 这里是一个婚礼场地 当然你要在这里做任何活动都可以 那如果你是从Mid Valley来到这里的话 大约要7分钟左右 你就可以到达Glass House at Seputé 那在婚礼当天 这里的场地负责人 也会准备Vela和Valid给你的来宾 那么他们会安排好 你所有的来宾的停车位 在我的前方有一个场地的主要入口 那从这个场地主要入口一进来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三个停车位 是给我们的新人和家人的 那在我的左手边就是一个场地的 那它也是一个拍照可以打卡的地方 那我现在位于就是Glass House at Seputé的大门口 那这里是需要经过一个楼梯才能够到婚礼场地的 那在这个大门呢 我们会在这里呢 做一个wedding arch 或者是任何的布置 那在这边呢 可以放我们的wedding couple signage 现在带大家看一下场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地 它完全就是植物绿室为主的 而且呢 它拥有一个完全是玻璃的屋顶 然后呢 太阳呢 可以造势到婚礼场地 那在这个场地呢 有分为三个park 那现在我所站住的这个地方呢 叫做The Lawn 那这个地方呢 可以坐到50个人的 那么在我的前方呢 就是叫做The Grand Card 那它可以坐到的人数呢 是大概250个人 那我的右手边呢 就是The Parler 可以坐到100人的 那其实简单来说呢 在这里呢 300到350人的话呢 是完全是蛮舒服的 那400人的话呢 就已经是挤满了 那这个舞台呢 可以占到10到16个人左右 那这里呢 其实已经有了in-house的lighting sound system 还有LED screen了 但是这一些呢 通通都是要附加的 所以可以跟场地的人自寻 那在这个The Lawn这里呢 这个木板上呢 其实你可以看见呢 有一粒一粒白色的灯 其实在晚上的时候呢 你会看见很漂亮的灯光 因为它是LED light 已经是在场地里面 已经有了 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平时准备食物的地方 那其实这里一路走来呢 就会经过我们的大门口 那大门口过后呢 就会到我们的Grand Court 然后就到我们的The Gallery啦 那这个The Gallery呢 一般呢 我们是用来做photo booth的 那这里一样 它的屋顶呢 完全就是玻璃 太阳可以造势到婚礼场地 然后这里有一副红砖 那你们可以利用这个红砖呢 去做你们要的布置 你们可以选择要有一个backdrop OK 或者是说你们可以完全利用这里 原有的元素 去做一个photo booth的team 那在photo booth的左手边呢 就有一个小空间 这个小空间呢 可以用来做clocked section的 so when you're the guest arriving呢 是可以在这里呢 享受整个婚礼的气氛 然后在这里喝喝酒 吃吃东西 然后聊聊天的 那大家是不是在想 到底在这里怎么样可以做hourm呢 其实呢 你可以利用这里的舞台 做你的hourm 那么在这里两旁呢 你可以放hourm的椅子 大概可以容纳是80个人左右 然后呢 新人可以直接从这个大门 直接进入去会场 通常一般呢 我们会把这里两个圆圈 有看到吗 我们会把它空掉 做我们的dancing performance 又或者是live band performance的 那么你还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VIP桌子啦 你可以把你的主人座 放在圆圈里面 那这里的makeup room呢 是在二楼 那这里呢 就是grass house at Seputé的makeup room啦 这里可以做到两到三个人左右的 这里可以在楼上呢 看下去楼下的整个风景 是蛮漂亮的 总结来说呢 如果你喜欢绿色系的玻璃屋 Rastic feel的 又不想到郊外去这么远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适合你了 那这个地方呢 就位于clang valley的grass house at Seputé 那如果我今天的分享 有帮助到大家对场地婚礼 有多一点的概念的话 请帮我share and like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打开你的小铃铛 和订阅我们exo对你去 wedding events的YouTube channel 有任何的更新 你会是第一时间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收amps 转发 转发